大家好!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个非常先进的AI工具,ChatGPT4O。 无论你是想提升生产力、创作有趣的内容,还是单纯想探索AI的乐趣, 这支影片会带你全面了解ChatGPT4O的各种强大功能。 看完之后,你将成为AI专家。 我们开始吧! 使用ChatGPT非常简单。 只要进入OpenAI的ChatGPT4O网站,登入即可开始使用。 如果你是新用户,则需要创建一个账户,但这只需要一分钟的时间。 那么,ChatGPT4O到底是什么呢? 它是一个专门设计来理解和生成类似人类文本的AI模型。 你可以与它对话,向它提问,甚至可以寻求创意项目的帮助。 ChatGPT4O在前几个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,具备更好的理解能力,更精确地回应。 而且,正如你将看到的,它拥有一些非常酷的新功能。 首次打开ChatGPT时,你会看到一个简单的聊天界面。 你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问题或请求,然后ChatGPT会像与真人对话一样回应你。 我们来看一下主要功能。 1.输入框,Inbox,这是你输入问题的地方,无论是用于研究、写作,还是随便聊天。 2.对话历史,Conversation History,ChatGPT会记录你正在进行的对话,这样你可以在需要时查看之前的回应。 3.引导语气,Guiding the tone你可以通过简单的指示来引导ChatGPT的回应语气或重点。 例如,对于创意模式,For Creative Mode,你能写一个关于魔法森林的短篇幻想故事吗? 对于专业斜线商业语气,For Professional斜线Business Tone,请帮我写一封请求与客户会议的正式商务邮件。 对于学习模式,For Learning Mode,你可以用简单的方式为初学者解释相对论吗? AI会根据你如何表述问题或任务来调整其风格和回应。 ChatGPT最强大的功能之一就是它可以帮助进行研究和解决问题。 我们来问它一些问题,例如,你问ChatGPT,2024年AI的最新趋势是什么? ChatGPT回应,2024年,人工智慧,AI,持续迅速发展,并呈现出几个重要趋势,正在塑造其未来。 一,生成式AI,Generative AI,的广泛应用。 二,小型化与高效化模型。 三,定制化与本地化AI。 四,AI驱动的生产力提升。 五,负责任的AI发展。 总体而言,2024年的AI趋势展现了技术如何重塑产业,提升效率,创造新机会,同时也带来了隐私、安全和伦理方面的挑战。 这些趋势显示,AI将继续成为未来社会和商业发展的核心动力。 看看这个。 只用了几秒钟,我们就得到了详尽且结构良好的答案。 你还可以要求它简化复杂的信息,或深入探讨特定主题。 另一个使用ChatGPT的极佳方式就是进行内容创作。 对于写作者们来说,这无疑是一个宝贵的工具。 无论你是需要灵感、草拟博客文章,还是撰写完整的故事,ChatGPT都能提供强大的支持。 来看看这个范例吧。 你向ChatGPT4O发出了请求,请撰写一篇300字的博客文章,主题为AI在教育中的好处,几秒钟之内,ChatGPT便开始生成文字。 随着光标移动,你可以一字一句地看到文章的诞生。 不到片刻时间,完整的博客文章就出现在荧幕上。 是不是很惊人? 看到它产生内容的速度了吗? 不仅如此,最棒的是你可以随时对这些内容进行调整和优化。 无论你希望扩展某些段落,修改措辞,或是添加更多的细节,ChatGPT都能及时响应,帮助你完成创作。 另外,ChatGPT不仅仅适用于博客写作,还可以帮助撰写小说,编写诗歌,甚至产生广告文案。 它的灵活性和效率,让它成为了内容创作者的得力助手。 创作过程中,你不再需要在空白页面前苦思冥想,ChatGPT能随时提供创意点子和写作支持,让创作更加轻松有趣。 如果你喜欢创意写作,ChatGPT也可以帮助你。 例如,它可以生成诗歌或歌曲歌词。 我们来试试写一首诗吧,我只需要请它写一首关于友谊的短诗。 你问,请写一首关于友谊的诗。 ChatGPT四尔回应,这是一首关于友谊的短诗。 无可比拟的情谊,在静谧时刻或人生的风暴中,朋友的拥抱总是温暖如春。 我们一起分享欢笑,擦干泪水,共同努力追逐天空的梦。 再远的距离也无法割断我们的连结,无论是喜悦还是心痛。 在友谊的光芒中,我们总能找到那温柔而永恒的情怀。 不错吧? 你还可以用它来写歌词、短篇故事,甚至为影片集思广益。 我们可以使用ChatGPT四尔来进行学习和教学。 例如,你问,你能用简单的方式解释光合作用吗? ChatGPT四尔回应,光合作用是植物制造自己食物的过程。 它们利用阳光、水和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来产生氧气和一种叫做葡萄糖的糖,植物会利用这些来获取能量。 植物中的绿色色素,称为叶绿素,帮助吸收阳光,让这个过程成为可能。 这就是为什么植物需要阳光才能生长。 它以异于理解的方式解释了这个过程。 你也可以用它来练习数学问题,学习新语言,或快速获取几乎任何问题的答案,需要整理规划吗? ChatGPT也可以帮助你处理生产力任务, 如生成代办事项清单,设置提醒,甚至管理日程。 例如,你问,你能为繁忙的工作日创建一个代办事项清单吗? ChatGPT4O回应,当然,这是一个繁忙工作日的代办事项清单范例。 1.早上7点,早晨例行事务。 起床并伸展,冥想10分钟,吃早餐。 2.早上8点,开始工作。 回复紧急邮件。 9点,参加虚拟团队会议。 3.上午10点,专注工作。 完成专案报告。 完成明天会议的简报换灯片。 4.中午12点30分,午餐休息。 5.下午1点30分,下午工作任务。 审查客户对新产品的反馈。 撰写公司网站的下一篇博客文章。 6.下午4点,跑腿失误。 购买杂货。 寄送包裹。 7.晚上6点,晚间放松。 准备晚餐。 放松并看电影。 8.晚上9点,为明天做准备。 设定第二天的目标。 放松准备入睡。 你可以用它来掌握所有事物,并有效地确定任务优先顺序。 尽管ChatGPT4O是一个强大的工具,但重要的是要了解它有一些限制。 像任何AI一样,它并不完美。 在使用它时,有准备用它时,有几点需要注意。 ChatGPT4O的局限。 一,过时的资讯。 设定第二天的资讯。 如果你需要最新的新闻或详细的统计数据,必须通过其他来源来核实。 三,准确性并非总是完美。 有时,ChatGPT可能会给出不正确或不完整的答案。 对于重要的任务,请将它作为起点,但务必通过可信的来源来进行核实。 现在,这里有一些最佳实践,帮助你充分利用ChatGPT。 最佳实践。 一,清晰且具体,你的问题越详细,得到的回应就越好。 例如,与其问告诉我关于科技的事,不如问当前AI科技有哪些趋势。 二,分解复杂任务。 如果你在处理某些复杂的问题,可以将其分解为较小且易于管理的部分。 ChatGPT在处理一步一步的指示时表现得非常出色。 三,提供上下文。 如果你进行的是一个长对话或正在切换话题,提供上下文能帮助ChatGPT提供更准确的回应。 例如,如果你之前在讨论一本书,现在要转到讨论电影,提醒ChatGPT说,现在我们来谈谈电影。 当然,ChatGPT不是完美的。 它有时会犯错或提供过时的资讯,因此对重要细节进行事实和实施很好的习惯。 此外,请记住,它无法及时浏览网机网络。 提示,总是要核实关键资讯。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。 希望你觉得这个指南对你有帮助,并且现在对使用ChatGPT4有感到更加自信。 这是一个非常多功能的工具,能帮助你从研究,创作到提高生产力和学习。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对未来影片的建议,请在留言区告诉我。 别忘了按赞、订阅,并点击通知铃铛,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未来的内容。